近日,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厨师机器人,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模拟人的咀嚼动作并且品尝味道,来决定是否往菜品中加入更多的调料。 机器人的手臂末端有一个小探头,在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中上下移动反复取样。 研究人员介绍,这个机器人上装有味觉传感器,在咀嚼和品尝味道后,可将所含炎度的信息生成数据发送给计算机,再生成可视化的味道数据图像。